中方反对日本强行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立场是一贯的 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既不道德也不合法 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合理关切 停止强推排海计划 切实以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并接受严格国际监督 我注意到近日韩国媒体等持续报道 日本官员通过筛遣等方式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综合评估报告结论 施加不当影响 这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疑虑和担忧 日本政府有责任给出令人幸福的解释 日方如一意孤行 必将为自己的错误行径受到谴责付出代价 中方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就辅导核污染水排海 拿出负责任的结论 必须经得起历史和科学的检验 绝不能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错误行径背书 这是呵护我们共同的海洋生态环境 维护全人类生命健康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星球的要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